大家好 我 邓慧文 阿輝 不然你做會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心思有人知道 我是阿輝 這是阿輝 我是阿輝 我們沒有玩拼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已經錄第二集了 要換一下脖子的事情 好 沒關係 自己注意 我們今天要來聊什麼呢 如果順利的話 可能大家看到這一集的時候 在農曆春節前後 可能就是四處還掛紅紅的時候 我就在想什麼議題比較熱鬧 現在有掛紅紅的嗎 有啦 紅紅金金啦 還是會要掛紅紅金金的嘛 我今天沒有掛 好 所以就稍微問了一下 其實大家過年期間 最想聊的議題非常的奇怪 例如說有一題是說 想要問律師 我們的婚姻 對 我們的婚姻還要繼續嗎 真的啊 好不好 我覺得過年滿適合來討論這件事的 過年呢 你到人家談分手 你有沒有毛病啊 時代在改變 過年你要不要更好的開始 除舊不新 對 所以我們其實來念一下東西 這也有其實我們阿嘎找到的 以夫妻關係與婚姻生活研究 文明儀式的學者 有一個叫John Goldman 約翰高特曼 大家如果對這領域有興趣 就會聽過他的名字 這個高特曼博士 他發現一個情況 夫妻吵架時 如果出現兩件事 的夫妻 九成四年後就會離婚 其實四年內就會離婚 就是兩個表情就對了 出現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輕蔑 第二個叫做厭惡 這兩種表情 等一下 這還有性別之分 是如果男性出現 對他老婆輕蔑 女性出現對他老公厭惡 有這兩個情感元素 這兩種感受元素存在 幾乎九成 就是要離婚了啦 那於是你有看過 這個感覺上就在講周眠 老夫老妻 有沒有老夫老妻 特別多這種表情 就是你是在講什麼 你剛剛問我 我試著想像一下 男性輕蔑自己的老婆 輕蔑就是覺得你 蠢啦 沒有見識 你 你就 你就是會想這些事情 這都叫輕蔑 你表情那樣 表情我不知道 但言語我知道 言語我知道 就是例如說 例如說 我隨便想 因為我每天看很多這種例子嘛 比方太太說 我每天為這個家做的 到底是有哪裡你不滿意 然後先生 一般聽到這種話 還有希望的先生會說 我沒有對你不滿意啊 那你們可以吵架啊 但是他說我沒有對你不滿意 你為什麼要自己說 我哪裡有對你不滿意 太太說 這樣你也不高興 那樣也不高興 然後他就說 那是因為怎樣 他們有的吵 我覺得這段不是最壞的善 最壞的善就是像太太說 那你到底是對我有什麼不滿意 你想啊 反正你想了就算啊 反正你就是這樣啊 你怎麼想 你就是你要怎麼想 你就怎麼想啊 我講有用嗎 比如說他們在我面前就會這樣 然後我就會問說 那你所謂那個 他問你這個問題 你沒有要回答嗎 你所謂他講就算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 他們就會這樣 男生最喜歡的 然後他們說 神啊 我 我講 我講跟不講 他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有他的一套啊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這樣做這樣 他有他的一套 他有他的一套 這樣 這我真的看很多 你這可以去演戲 你不要再寫 寫第一本也不用寫書耶 就是一年吧 沒有人要找我演戲 他有他一套 我覺得那個是真的對他 你會看到太太 非常非常的 痛心疾首 這樣意思就是說 他連 他根本覺得 我的想法是一個 整套不值得討論的狀況 我覺得這就是 很大一個輕蔑 還有另外一種輕蔑 就是覺得說 他就只知道什麼什麼 在他的世界裡 就只有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會講 這也是輕蔑 對 就是我輕蔑的表情 然後再來 女性對丈夫出現厭惡 這個也是很多啦 你看那個真的 百分之九十 如果就是說 你看到剛才會 我演的那個老公的樣子 應該都很有功能 我們如果這樣去你那裡 做法律諮詢 你大概就知道 這個大概是 我可以覺得說 哇真的好討人厭 因為他不會只是 對他老婆輕蔑 甚至到調協庭 或者在協商的時候 他對你這對女性律師 也會有同樣的表情 有 有 我覺得這會 律師 他是整個對一個性別的 很 不只是對他老婆 通常會那樣的人 通常都是已經 舉例來講 就是可能他自己 覺得自己不錯的事業啦 然後他就覺得 或者覺得他想法很好 很高尚 哎呀 你在講什麼心理學 就學你講一些 沒有用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講 你就處理事情啊 你就怎麼樣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輕蔑是對所有的人 不會是對他老婆 嗯 有 這常見 那我們來研究一下 什麼叫做 女人對老公的厭惡 他不是討厭 要厭惡 厭惡 來想一下 我覺得一個男人 如果老公 如果讓女人 到了厭惡的程度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厭惡 女人厭惡跟輕蔑 有點不一樣 就是 輕蔑 我覺得真的 女人 不是那麼多 除非老公真的 做得很過分 比較不會得到 女人輕蔑的眼光 但是你真的 讓他覺得說 你這個人 對他真的是 糟透了的時候 他開始對你 死心之後 這個就是要 預測離婚嘛 所以顯然是 已經死心了 或者真的兩個人 沒有辦法改變 死心之後 產生的那個厭惡 是覺得說 我連看到你 都覺得噁心 所以我如果 要想看過的 例子的敘述 跟狀態 可能會像是說 那個 老公靠近一點 或者是說 經過 經過 或者想要參與 她的什麼事情的時候 女人那種 討厭到 噁心的 那種感覺 其實我真的很 比較很少看到 女性會把那個 厭惡 放在表情 因為我覺得 女性經常 有一個先天性的 禮貌 對人的關係 她都會表現出 一個有禮貌的表情 所以 她自作就是 沒有表情 所以照有厭惡 這件事的表情 我真的 你厭惡之情 就是心裡有厭惡 我覺得很常見 因為尤其草都要離婚 就覺得這個男人 就是渣男 然後就覺得 她老公就是 就是 就知道她已經在外面 幹了什麼 糊塗屑的人 那她不希望 她靠近 但她很難 在表情上 要秀給她看 因為她不太 對 所以才會說 出現這個 大概就是 沒希望了 百分之九十 年內就會離婚了 所以律師要多注意 這個徵兆 也就知道 這個是一定要 走向離婚官司 我們可以去街上 走一走 然後看到這種 你就可以給她名片 耐律師沒空 就是年輕的律師 可以參考一下 好 所以這個 就是大家可能會 會想到說 在考慮要不要離婚 其實耐律師的課程當中 也有談到 你在思考自己 要不要離婚的時候 你想哪些事情 還有你開始在 考慮離婚的時候 是協議離婚呢 還是判決離婚呢 這些其實 大家都可以在 我們的節目裡面 找到之前討論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一件事情是 剛才一講這個 這個 你就特別提到說 讓你想到中年 對不對 好 我覺得中年人 現在的中年人 我們只四五十歲 左右的人嘛 差不多 對吧 對 六十歲應該可以 有一次 沒有 我也是被人家糾正 對醫師 你四十的時候說 四十是中年 五十的時候說 五十是中年 你現在要說 六十是中年 因為一百二十歲才是 沒有 他就叫我們接受 我們是老年 邁向老年 總而言之 四五十歲是中年 我們現在還在 中年的尾巴這樣子 中年的時候 看婚姻 其實會有一些 特別的地方 你知道嗎 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其實 在前面 我就其實說 可以我們來聊一下 中年 因為首留離婚 這件事情在 台灣跟日本 都是個趨勢 對 也就是中年 因為我們大概在講 四年 百分之九十會離婚 這個本來就是 符合我們的 行政院的 那個肯定標準裡面 也就是五年內 離婚的 就是本來在 占比就是百分之百十幾 也就是 只有離婚人口數裡面 五年內離婚的 本來就是最大 你说結婚之後 五年內 離婚 對 離婚的 就是結婚 婚禮五年內的 那 婚禮十年以上的 就是我們可能就講 來到週年了 它是逐年的增加 它本來就大概 百分之五 那現在破到 去2022年 就破到百分之六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首留離婚 就是結婚三十年以上的 那個 就更往上飙 中間本來就在 往上飙 到了三十年 婚禮三十年 婚禮三十年的 老夫老妻 大概有 五十歲 五十多歲 差不多 那大概 你看就是 往上飙 就是到百分之六 所以我說 為什麼到中年 我的發現 會有人幫我看一下 有的 婚姻倦怠感 對 那個倦怠感 跟你職場倦怠感 其實差不多 所以也會產生 厭惡感 所以我不會有 厭惡的表情 但是 會覺得很倦怠 好像怎麼樣 就是這個樣 那我的人生 一定要走到 下半場 那我還要在 大部分的時間 去面對這個 每天對我 好像很輕蔑的人嗎 或者是對我 支持點點 好像在外面 大了長官 在家裡也有 似的大爷一樣 這個時候 在這個婚姻當中 我的位置是什麼 就是我記得 也是我這幾天 很認真看 惠文跟 王浩衛老師 跟徐亞老師的 三年前的 心靈工法 在談論 男性的中性 自性發展 跟女性的原型 然後惠文講 更多的是 女性主義 哇這個真的很挑戰 然後 那在這種情形下 就是提到 好像在提到說 他有四個 因為我們 惠文是農隔分析師 而且是真的 在台湾 真的很拔劍的 就是提到 有四個原型 一個是母親 叫愛人 那你知道到中年 我愛人跟女性 就是我都經歷嘛 對不對 那我到中年的時候 右邊有個叫做 女戰士 就是亞馬遜的那種 女戰士的內容 所以就是你看 惠文也是 同樣的那個人社 就是在事業上 也有他的發展 然後你看他講 女性 也很多的暖度 然後他老公就好像 很多的包容度 就很多勾客的感覺 那左邊就是祭司 祭司我覺得 可能是一個心理淫好者 就是對社會的貢獻 那我覺得 惠文這邊的社會 也特別濃透 好 祭司 女戰士 我親 只有愛人那邊 好像要稍微弱一點點 那上面都有很多 這樣閃過年有沒有快樂一點 所以你知道我來這裡嗎 楚人要告訴大家 我不是一個好愛人之外 還要強調什麼 好 那所以到中年的時候 我聽到那個在提到 就是自信發展 就是中間都往中間走 就是我們在各個角色裡頭 有一些你們稱為人格面具 那往走到自信發展的時候 我發現中年是追求自我 就是self的那個東西特別的強烈 因為我就是走在這個階段 尤其到更年期的時候 哇那種感覺好強烈 因為他以前就覺得青春期 來了第一場 覺得可以懷孕的那一刻 走到更年期的時候 突然覺得 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危機 就覺得 沒有應該假如是一個很大的暗示 人生的暗示 所以我就拍著講 我是誰 我在做什麼 我還要這樣做嗎 我下一步會在哪裡 我就一開始想很多 關於人生哲學的事情 更年期我是不知道 你說好強烈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很熱嘛 很熱嘛 很煩嘛 覺得全世界都虧待我們嘛 然後 然後 不是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 不管你覺得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去問醫生 醫生都說 不奇怪 因為你更年期了 好像更年期就是 疑然雜症的所有的原因 但是很謝謝賴醫師 剛剛講這個 你可以入會了 我想我們學會也非常歡迎那個 對對對 很有支持 我其實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事情 跟我們今天講的那個 婚姻的主題 或者大家到中年的時候的困惑 你有一堂叫自我學察課 對 那個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解釋點 其實剛剛你引用那個東西 其實大家如果想說 你幹嘛講學禮很複雜 我其實可以用很白話的方式 舉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 女人一生 其實在尋找自我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以上的 年紀 在我們這一代以上的女人 不太有什麼機會去發展真正的自我 因為我們在我們這個成長階段 就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社會角色賦予一個女人 你要扮演什麼角色 那個框架非常非常的沉重 而且僵硬 所以你在少女時代 你就是應該像一個什麼樣的少女 那個模板 很僵硬 然後呢 再來你應該就要結婚 要成立家庭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三十幾歲的時候 想說我好像應該來結個婚 三十幾歲結婚 三十一歲 你幾歲結婚 我二十八歲 二十四歲 差不多我們那個時候 有工作的女性 差不多落在三十前後 因為三十之後就拉警報 天啊那時候 我怎麼說三十拉警報 真的很奇怪 你現在出來要控訴 對 但是我那時候真的就拉警報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三十歲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說 我應該要結婚了 我就去找那時候是我男朋友 現在是我老公的那一位人 對 我就跟他說 你求婚了嗎 對啊 我就說 你跟妳說 我跟妳講 我說 我跟妳講 那句話我真的是說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結婚了 我不是說我覺得我們應該結婚了 不是說 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結婚了 他說 好像是 我說 那妳呢 妳覺得要結婚嗎 我跟你講 我們家那位老爺說 可以啊 我說可以啊 然後他就說 也可以啊 然後我們就去結婚了 哇 好 當然有交往啦 但是我 因為那時候交往幾年 三四年 四年 所以在 等於 你收費了兩年左右了 沒有啦 我們是出社會才 才能 快收到 所以你在大學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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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講啦 我大學的男朋友會難過 我講得順 我講到哪裡去 等一下會被觀眾說 認真講 韓金貝爾 好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回味一下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會覺得說 我已經 我已經 出社會了嘛 對 我學歷 基本 我要念到的學歷已經念完了 然後我出社會了 我有穩定的工作了 我作為一個女人 我下一個要教的功課就是結婚嘛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想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哎呦 就是個 乖乖牌 都會穩 功課每一階段都做好了 這支援 連結婚也 你不要跟我笑 你也是這樣吧 你28歲 你在跟我講什麼 好像你很厲害一樣 你也38歲 48歲 在跟我講 你還不是28歲 乖乖去結婚 所以大家就到那個時候覺得說 身邊如果有一個看起來合理正常的人 那我們就是要邁向結婚嘛 那時候很多人 如果跟一個男朋友交往很久 家長就會說 你叫你男朋友來問一下 是有認真 要往那個婚姻去嗎 如果沒有的話 就 就不要再交往下去了 對吧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想法 六年代是這樣的 所以到底這個 會如何影響到後續的發展呢 我們讓大家聽一下 廣告再回來 所以我說 其實 女性在一生當中 那個感受 我要符合什麼角色 那個期待是很明確的 空氣中會有一種聲音 跟你說 你要這樣 你要那樣 那個東西是很強烈的 對 整個文化暗示性很高 是很強烈 所以我說 容格心理學家提出了 你剛剛講的那個 四個面相 那個主軸 其實 母親跟愛人 都是屬於很情感性的 是的 你要付出 然後你是用很多的情感層面 但是 女性心中也有另外的部分 例如說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依賴照顧你的時候 你不能裝可愛 就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要讚懂 對啊 然後 甚至你要為你所愛的人而戰 你要為你的理想而戰 所以那個是一個 完全不同於你只要感性的部分 你要拿出你的一些力量 或者你要經歷很多的考驗 很多的自覺 但是 在祭司的這個部分 其實它有很多 你必須要能夠超越 你本來的一些東西 你可能要有 看到某一些更直覺的東西 更上層的東西 或是更突破性的東西 在這裡面可能也包括了 自我的犧牲跟轉換 也就是你要有脫離 所以 它在這個不斷的巡迴當中 我們會進入一個角色 因為它可能是一個有很清楚的 感性的付出 可是你又會遇到自己的困難 然後 你可能又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又到 醒來又重新再來 一直這樣巡迴當中 我們也不斷的成長 可是 剛才 你講的就是說 可是 所謂的中年是什麼 是開始你會覺得說 難道我只是這些 分割的角色不斷在輪轉 對啊 會覺得 譬如說你舉例來講 就好像我母親角色 你像空曹期 我們就用很俗套的東西去套 那愛人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 老公好像也很難再愛下去了 就是 舉例啦 你想要愛你小孩 你小孩也自己有各自家庭 小孩喔 我那天聽一個小孩跟 那媽媽說 媽妳愛我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一直說妳愛我 喔 對啊 我也同意啦 我同意這件事 然後呢 女戰士可能到這個時候 職場上 她也 如果說講中年的話 似乎也到一個高階 也到了一個瓶頸了 所以 某個地方 好多的女人在 中年或熟齡的這個概念下面 會反觀自己的婚姻狀態 就是她好像想要做一些突破 那這個突破到底跟這四個角色 就是講這個女性的原型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嗎 我覺得如果這樣看其實很有趣 我覺得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第一個是 傳統的母親角色 其實是 嗯 滿自視的 對 關於怎樣是一個好母親 就也滿傳統的 滿不考慮個人差異 是的 滿不考慮 我舉個例子好了 老師你真的不要介意 但是我舉實例 跟他們分享一下 我小朋友 例如說學校 他們要 就是幾個小朋友 老師把幾個小朋友組起來 要參加一個戲劇比賽 嗯 然後老師 我就收到老師的訊息說 Momo媽媽 阿育媽媽 那個 請各位媽媽互相介紹一下 我們因為這幾個小孩組成了一個小組 要參加一個什麼比賽 我們就在這邊討論相關的事情 老師直接的訊息就是 請各位媽媽 她不會想到爸爸的角色 好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嘛 嗯 然後中文 我感覺這種 說 我去擅長 然後 我覺得別人的媽媽 都好能幹喔 我試著說明 我們爸爸的idea的時候 感覺好像其他的媽媽 沒有catch到這個比較好 但是眼看著事情 可能會重重困難 我就跟我老公回報 說這樣子 可能你的方法會不會比較好 我把你加進群組 你來說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你比較有說服力 對不對 我們爸爸看了一下 你把我加出去 那裡面就沒有爸爸 他突然覺得一個特別在那裡 他就覺得那我沒辦法 因為那都是媽媽 那裡面我沒有爸爸 我覺得這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所以為什麼我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到中年女性要成長的時候 常常第一個覺得老拼 那個拼就是自己的婚姻呢 因為我認為在社會上 所有跟婚姻相關的角色 它都相當的刻板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對 比方母親要怎麼當 我舉這個例子 意思就是說 你是一個母親 你就應該愛好這種團體 但是有沒有一種母親 擅長這件事 有沒有一種母親 她其實是 比較擅長別的事情 而他們家有爸爸 來加入這個群體更有效 因為你可能跟我比較像吧 應該我們都是不擅長的人 對嗎 我是很不擅長 我想講除了不擅長 因為不擅長其實 對很多聽眾朋友而言 都有這種可能 我來假設一個狀況 先不管擅不擅長 你可不可以不熱衷這件事 OK 這是一個問題 基本上人家假設 媽媽都比爸爸熱衷 參加這種討論嗎 那我們 我啊 至少我 會覺得說 我就會被賦予一個概念是 我根本沒空去想 我有沒有興趣 我就覺得我必須表現出這樣 不然我就會被人家認為 是一個怪怪的媽媽 會覺得你是一個 不負責任的母親 不夠好的母親 對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呢 就像我還沒生孩子之前 就決定了我一定要餵母奶 然後大家都說 你怎麼生的 感覺有餵嗎 我就說 沒有餵 我也會農村餵 後來還真的 真的可以餵母奶 就覺得很安心 後來就諮商到一些 我的學妹們說什麼 在那邊哭哭啼啼說 我生之前就決定要餵母奶 我東西都買了 結果一滴奶沒有這樣 他就挫折 我說有什麼好挫折 會啊 真的很挫折 你小孩也養大啊 沒有欸 餵母奶是一個 真的讓我覺得 好羨慕的事喔 你看 所以嘛 我就說 我們現在聊起來 我們隨便聊就有兩三件 母親她是多麼強烈的 一個形象 所以你被母親這個角色 吸進去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說 她是一個圓形角色 因為你被這個角色吸進去 因為她太強烈了 你很難辨識 我有什麼跟她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很像是光那麼的強烈 而且你進到那裡面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清楚自己的樣子 你只有看到說那個光 融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必須整體 散發著母親的光輝 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所以在那裡面很容易 你自我消融在原型裡面 我們的說法是這樣 我懂了 自我消融在原型 謝謝鄧老師 然後另外一個你也能理解的 當愛人的時候也是如此 因為女性的感性 女性在愛情裡面 是被期待要帶給另外這個 不管是男性或你的伴侶 你要給她很多 甚至有人說是 愛人是生命的泉源 從你的愛當中得到生的意義 所以你在愛對方 就是你用的他者 你要扮演你的愛 因為你上次的演講 是用他者 就是not me 我忘記你怎麼用的 對 反正就是這個 你真的有看耶 我真的很認真看啊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事實在解釋就是說 所以在像愛人這個角色裡面 你也是非常容易被這個角色吸納進去 那當然你在當戰士或是祭司的時候 也有很高的職責跟目標 但在這些地方繞的時候 你都非常的盡力 可是最終你會開始往中間看到一個狀態 如果你有往內看 你就會發現說 除了這些強烈的 強光下的該做的事的時候 我的內在悠悠陰暗之處 有什麼是我自己 真的是像我 尤其我不那麼像一個母親 我不像一個那麼典型的愛人 我是什麼 這個東西你能不能找出 用自己的創造力把它找出自己的形象來 但是女性在這一點常常遇到的困難是 當你開始摸索出這個自我的形象 你不是那些典型的時候 是會受到很大的打壓的 就是你可以是女人 但如果你不要像我們認識的女人 你就不是人 長期來講 女性主義在對抗的就是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放回你剛剛說的婚姻當中 我說說看 換你幫我聽聽看 就是說 所以當我們要突破這一切的時候 你第一個會回到當然就是你身邊那個人 因為大概所有的女性都會為了身邊那個人 非常習慣就是把自己弄成一個去服貼的形狀 所以開始要拉回自己的形狀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跟另外一個人的中間的密合度 對 衝撞 一個是你突然間 你以前這邊都這樣 你突然要這樣就衝撞了嘛 然後或者是 你只是想要不那麼樣靠在那邊 你縮回來 你站直 一個女人只要站直 就會感覺到她跟其他人中間出現了距離 因為我們常常是靠 就是扭曲自己去感覺貼合的 我如果用白話解釋就是這些 你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要引誘繪文講這些內容 因為這個就是 當我在看這個熟齡離婚的這種比例變高 我們的記者下面寫一個接不住跟該放手 其實真正的議題還是回到自己 就是不是 當然那個婚姻這件事情的捆綁 整個社會集體意識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你的要不要放跟要不要接不住 可能接不住的就是你接不住對方 因為你可能處在自己的狀態 就是我可能自己 像我舉例來講 像我譬如到中年 我就光自己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這件事情我就開始 我的狀況就非常混亂 我就要沉澱很多事情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是在這個 之前做很多社會運動 好 可是社會運動的人都變中年之後 你知道我剛才跟惠文在講 組織這件事 因為社會運動需要一群人的力量 那一群人的力量都中年化之後 產生了所謂的斷層 就是理念上或者是世代的斷層 柳律師我們等一下這個斷層 好 我再繼續聊 我們節目也斷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OK 組織到了中年會有斷層 你竟然還記得 有時候我們經常廣告會聊很多 我講一個組織斷層是跟世代的斷層是有關係的 就是我覺得中年的時候有一個沉澱丟掉 在打包往前走的過程 它是一個在打包的過程 打包的過程就是知道我上一代的東西 我從父母那一代拿到很珍貴的東西 譬如說你要節省 你吃東西不要留下飯菜 每個飯菜都是歷歷皆辛苦 這是我們上一代的價值 對 所以我不能有盛食 可是你知道現在年輕人可能斷了 吃兩口不要就對了 就不要了 牛肉麵耶 牛肉麵連牛肉都不要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真的怎麼做都做不到 所以你知道 光吃餐桌上這件事 你就看你過年 我媽媽每次煮滷肉飯跟那個 拿那個就是煮雞有沒有 祭祀之後 然後再煮筍湯 你有沒有好好吃 我肚子好餓 你知道這一代我媽媽現在老了 受不到的時候 你其實很懷念那個懷舊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一定有上一代 所要珍藏的味道跟所珍藏的價值 就是我媽媽那個年代 又來自於我阿嬤那個年代 那種很珍貴的東西 那個珍貴的東西我珍藏我沒有丟掉 可能我在我青少年的時候 我可能一度很鄙氣這種東西 幹嘛這個樣子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到我這個中年的時候 沒有 我發現它好珍貴 所以我留下來了 那我終究要知道有些東西是 這個世代不接受的東西 我總是要沉澱斷舍離 再打包往前走 那這個再往前走的打包過程當中 我覺得好辛苦喔 因為這個世代 無論我譬如說我在看我之前的 做社會運動者的那些衝撞 其實慢慢的組織開始有一些斷層 然後有一些無法再傳承下去 然後有一些組織的疲軟 就像我們婚姻關係中的倦怠 組織也有一個倦怠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你突然沒有夥伴 突然沒有這個世代的夥伴 然後我就有一個很大的寂寞跑出來 你講的這種寂寞 我有時候也有感覺到 那你可以說說看 你可以說過年的時候你會寂寞嗎 沒了 就是我們上一集在講儀器 有些東西會被遺忘 所以呢 舉例喔 所以有一個地方 我很珍藏的東西 但被這個世代遺忘的時候 你知道有些很荒謬的 我自己也覺得 我很荒謬的寂寞感 有時候我就跟年輕人講 你不認識那個誰嗎 譬如說鳳飛飛好了 沒聽過 鳳飛飛你沒聽過 那我就覺得鳳飛飛在我們那個時候 是一個很指標性 指標性是代表我們那個年代的巨星 可是你沒聽過耶 就像我剛才講那個 吃那個飯的聖食 我們覺得那個時候就是阿嬤的味道 或者是什麼 這個人這世代是不太在意她 然後我就有一種 那我的下面要怎麼往下走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的這個心情 真的喚醒我好多好多的感觸 不過我突然很驚慌的發現說糟了 你也不知道鳳飛飛 你不要跟我亂講 不是亂講 怎麼可能我小時候常常模仿她 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剛講那個 我一方面感受到非常的有共鳴 但一方面我開始感受到 慘了我可能更老了 就是這些心情大概是我前幾年 甚至在去年都還非常強烈的心情 然後我現在回到我剛剛要問的那個點 你說一種在組織 其實我們講的組織就是像包括說 我想比方說賴律師有她一直想要推廣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兩個或多或少在某個時候都參與過所謂的婦女的一些平權的運動 賴律師當然做的比我多很多 可是我想我在我的心理工作的領域上 我也一直想把這個推到那邊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在某個年代以前心理治療是非常的賦全的 也就是說心理治療的產生 如果大家追溯到很早佛洛伊德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有自己想法的女性都被當成是神經質 還有歇斯底里 他們甚至有一個理論說 你一個女人為什麼會這麼多的意見 你就好好的家庭好好的孩子 你還有感覺什麼人生沒有自我實現 你大概就是子宮不安分 他們說子宮在身體裡面亂跑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還被一個老師講過說 你應該好好去讀一下歇斯底里理論 我去讀 意思就是說我不安於事是不是 我不能乖乖當一個女人聽你們的 安於事的事是指子宮的意思 對 子宮是個事 一個槍事 那就是很抽象的意思 所以其實我想賴律師也很清楚 我們說女性主義一波一波 其實在第二波的女性主義 她要打倒的名單裡面就有心理治療師 有有這個 因為心理事實上就叫女人要乖乖的 不要太多不滿 你稱之為敵人的名單 對啊 所以我說我那時候演講也有講到這一段 所以我就說 我呢其實我用我的方式 我也希望在講心理的時候 可以從更多女性的主體來出發 所以這一直都是我們很關心的交集 對 但是這些年來 我就是有你說的那個寂寞感 那那個寂寞感我本來以為是世代的 可是你剛剛跟我說會覺得在做這些運動 或者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沒了伴侶 那我問你那跟我們一樣老的那一層的人呢 是大家收山不做了嗎 所以你只好要想要面對下一個世代 結果發現下一個世代不呼應嗎 那同樣同輩的人呢 同輩的人我有一個發現 我沒有要指指任何人 也就是說世代的性別議題 其實它有在滾動著 它在滾動 有一次我就在討論 當然這邊又很深了啦 在講人工生殖法 那我說有人想當母親 那人工生殖法一直卡住的觀點 已經是訴諸大概30年的討論了 對 已經30年了 年輕講到老了 對 講到老了 你講沒錯 我20歲開始聽這個議題 我現在50幾了 對啊 所以就我一直無法理解 所以因此我就去問這個夥伴 你到底為什麼會認為這個是 他說那個叫做子宮 女人被物化 代孕是女人被物化 你可以理解這一句嗎 可以 可以嘛 那實際上 我為什麼把惠文一直講 惠文在三年前在心靈工房的那個 因為他在他的領域裡面一直在講性別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能夠再把他抽絲剝繭出來 討論一個心理學 再討論一個社會結構性 因為我每次對心理師都有一個 就是他們很個別化 就是這個人在我面前是怎樣怎樣 但是他可以拉到一個結構性的觀點 你坦白講有拉到結構性觀點就是說 性別本身就是一個結構性觀點 對 他並不是這麼個人化 對 對好 那他就 然後 慧文就把他擺出一群女人 最後一群女人 最後一群女人 穿著短裙 然後想要去整形 然後你看到的是什麼 對 所以神功生殖法 你要講的 三十年是怎樣 我跟你講更年期要注意思考的發散 我們要注意一下 真的啦 因為我們聽眾可能還沒有更年期 我跟你講 就是說 人工生殖法針對於代理孕母這件事 他第一個 台灣的少子的話 是因為人工生殖法綁住了 瘦術夫妻這一件事情 也就是人工生殖法 我僅適用於異性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只適用於婚姻關係 也就是我社會單身 也就是我 我是因為社會性的不孕 也就是我選擇單身嘛 或者我是同志 我是屬於社會性的不孕 這一件事情 我卻沒有辦法透過人工生殖法 來做 找代理孕母 尤其是男性同志 或者是 可能子公是有問題 需要找代孕舉例 像我屬於這種 非婚姻關係中的人 那我要生小孩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男人才可以 我說我從女人角度來講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 可以跟我結婚的人 我才可以生小孩 那這一件事情 其實一直是很困難的 就是說 我為什麼沒有一個可以這樣做的決定 那因此人工生殖法 在這裡頭一直在討論這個議題 我當然不知道法案現在推到什麼程度 好 那我就問這個夥伴 我說你為什麼 他認為叫物化 我說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叫做物化 我懂你那種寂寞感 對 為什麼那叫物化 然後又有一次呢 我們在討論一個政策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在做那個預算的一個編列的時候 然後呢 那時候有個編列預算 就說我們有設體育場 就是打籃球 然後 當然我們這個夥伴就說 為什麼你要做運動場那種搏鬥型的 譬如說那種比較激烈型的 他說我們都是做瑜伽啊 我就說 好 理解 也就是說 每個人生命經驗不太一樣 那就是 其實你說這是溫和了 每個人生命經驗不一樣 這是溫和的 我跟你講 對於這件事我比你悲觀 就是說我說 我去年曾經走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 我甚至私下跟我有朋友說 女性主義死了嗎 妳好大膽喔 對 然後呢 我說 社會上每天發生這麼多性別平等倒退的事情 是真的 各式各樣的言語 什麼叫誰回家去 不要出來選 回家去生小孩 對自己同黨的人講這樣的話 然後對不同的人講說 女人過三十就沒有用了 不能生了 人家是出來選舉的耶 好險 像這個是不久前才發生 我看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為什麼跟我的夥伴 就是當初做這個夥伴 我說女性運動死了嗎 各位在聽節目 我知道我們節目有一半以上是男性品種 其實我講說 女性運動死了嗎 並不是只有關心女性 她不死 對 因為女性主義是一個 針對說任何一個性別被當作弱勢 都不是一個常態現象 這風水輪流轉 或者說在這種兩極對立的狀況下 其實男人也不好過 男人為什麼 大家婚姻不幸福呢 因為你 你跟太太之間兩個人很激化 兩個人會有 會輕婚嘛 而不是一個 完全平等有愛的狀況下 你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 兩性平權從來不是請你不要轉台 不是只有講女性的權益 而是指大家怎樣可以幸福快樂 對不對 我先強調這一點 所以回到那裡我為什麼說 我只覺得這幾年來 老一輩的女性主義者我們的前輩 學會了不說話 不再出來聲嘶力竭的呼喊 這件事情要戰鬥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受到太多的挫折 不公平的對待 我覺得我就處在類似的狀態 還有比你更老的受過更多挫折 可以深入的從性別平等跟性別研究的角度來編織 來看實事 然後可以講得深入 而不被輿論打垮淹沒打趴的空間了 這就是一個性別友善 如果賴律師我們兩個今天粉專 只有一百個追蹤者 我們都可以寫很深入的 像這個我說的選舉的這個世界 我們都可以寫著編辟入理 但很不幸的是 因為我們粉專都有幾十萬人的追蹤 我們如果貼一篇這樣的東西上去的話 我們會被圍咎 我第二天的日子不知道怎麼過 因為那個引來的敵意跟 就是要攻擊這些事情的聲音 我覺得那是讓很多 可以看這個事情看得很深的人 學會不要講話 那這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的寂寞感 就是這個寂寞感 可是你今天講出這個寂寞感我覺得很棒 一定有很多人有這種寂寞感 所以我們應該找到一個重新對話的方式 至於說新世代他們在想什麼 我透過這個位置 其實我訪談了很多新世代的人 我覺得他們不是不關心 但是他們有新困難 而這個困難我們有責任 因為是我們把事情喬到現在更有困難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是一代一代的交接 那我們有機會再來跟大家談 大家如果對這個話題有什麼感觸的話 也歡迎留言 那阿慧最近發現我的留言裡面 臥虎昌龍 有各種有趣的人 適當的話 我們也邀請你來節目上面對談 發表 太好了 如果大家有做運動的啦 做什麼的話很歡迎 好 非常謝謝 謝謝 帶來這個深入的挑戰跟討論 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嗎 對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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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